謝謝大家 今天我要講的是Future Layer 2 快速自己介紹一下 我是Meek 這是我的medium 我有時候會發一些一天的相關技術文章 我之前在以太坊時期會Research Team當開發者 做一些比較低層的東西 後來我又到世界EF的Green Token 比較做一些零件證明相關的意義 我現在在iMtoken Lab單單工程師 我們主要做的像是Token and DEX 然後做一些Layer 2 3G&Solution的研究 On Token的主要有三個產品 就是Wallet 跟KE 全部還有我們的DEX 那我們Lab這邊 Lab主要是台灣團隊 然後目前負責主要就是資金合約 然後Layer 2的研究 還有3.0的Wallet 然後背後包含像TSS的密碼學的技術 這是我今天的主題 我主要聽了三段 第一段就是Layer 2的過去 然後還有Layer 2的發展狀況 以及Layer 2的未來 那因為我今天分析很多 然後我今天就是 我沒有辦法講完沒有辦法講很深 所以我把很多機緣連結放在圖影片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再自己作弄一點點自己去 深入去看一下 那現在我最希望大家看完 能夠學到 能夠理解到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說 是怎麼讓Layer 2 Scaling Solution不一樣 那我們先從Layer 2 發展Layer 2 Scaling 過去的技術開始看 然後知道說 他們的去點在哪裡 然後看完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說 現在Layer 2 就是大家在講ROWR 到底哪裡不一樣 以及 ROWR的安全性 它安全性的經驗限制有多重要 好這是我希望你們今天看完之後 至少其他可能 沒有聽懂 但是這個至少是希望你們能夠 知道的這樣 那如果有人需要這個Slide的話 可以 掃一下然後 或是用這個連結進去 我聽一下 好那今天開始 今天的主題 Layer 2的過去 那在講ROWRT的Scaling 之前呢 我要先 我要快速講一下Layer 1的Scaling 那大家在講Layer 1的Scaling 那大家在講Layer 1的Scaling 我會講到就是 它比較熟知的ProveStack 那基本上 我們其實ProveStack 只是一個很容易攻擊機制 那其實我們背後 隱含是講它 背後代表的共識機制 這樣就比如說 你用BFT 還是用其他 Dag的這種共識機制 我的另外一個就是Sharding 那這 基本上這兩個東西 是我們在談Layer 1 Scaling 會講到的字 那這支基因 我們Layer 2是 跟 主軸播放在這裡 Layer 2的主軸是放在 另外一個進行 這樣 那這個文章是我寫的 就是在介紹說 以太坊 入行的效能平均 在哪裡 以及它改善條案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關呢 就是 我 那這我可以講的就是 為什麼以太坊會很慢 因為它把 執行 交易的執行跟共識 綁在一起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節點在驗證一筆交易的時候 你是要去執行過這筆交易 那你如果 如果必須要這樣做的話 就代表你的共識 你的TPS 是困不過你執行交易的速度 也就是我們跑EVM進行交易的速度 這樣 所以這個 在這裡提到 就是因為我們待會 Layer 2會再回到 回來 講到這個原因 以及Layer 2不一樣的地方 好 這可以先讓我看一下這樣 好 那今天組了Layer 2 Scaling 那Layer 2 Scaling 那Layer 2 Scaling的 核心概念就是 我們要把執行 還有Data搬到電下 這邊剛剛Layer 1 Scaling 其實談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好 那B塊那邊 也有一些Layer 2 Scaling 我們技術但是很貴 Focus在那邊 那這邊主要有Side Chain 跟Mining Channel 那 我們這邊主要發揮在1P1 那按照 發展 推出的時間順序的話 我們有 Truby,Stature Channel 還有Plasma 再來是RAWR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介紹 Truby跟Stature 因為它比較沒有關 那我們主要會介紹 Side Chain,Plasma 跟RAWR 那你可以把這三個 想像成一個 一個同一個路線上的發展演進這樣 好 那我們就聽到 Side Chain 就是要Side Chain是什麼 那Side Chain 那Side Chain 這邊就是說 我們就用個Ming Chain 也就是Layer 1 然後 像有一個Upgrade自己跑一條Side Chain 然後很快跑 很便宜 那今天Alex說 他想用這個Side Chain 來轉帳 來使用的話 他是把錢轉給Upgrade 那Upgrade 那Upgrade就會在Side Chain上面 命出生對應的金額給他 那他用完 想要離開之後 就是把錢在Side Chain上面 轉給Upgrade Upgrade就會 在Ming Chain 把他的錢 當初 Alex轉給他的錢 解鎖給他這樣 好 就是Side Chain的模式 那Side Chain的問題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 Upgrade有完全的資金的掌控權 好 這是Side Chain的問題 很簡單 那下一個是 Plasma 眼鏡到Plasma 那Side Chain 那你剛剛講到 就是Upgrade的完全掌控權 那Plasma要怎麼解決 Side Chain這個問題呢 他用 Smart Country 用證明合約 還有密碼學證明 你可以把這個 密碼學證明 想像成是一個 我用密碼學證明 加上自能合約 就表示說 我把 自己出的邏輯都 寫在自能合約裡面 即使你只要提供我一個 Ming Chain 我就能 被你說服說 你是有這個資金的掌控權的 所以 基本上他用 自能合約跟 這個密碼學證明 來取代了 原本Side Chain Upgrade的權利 所以 使用者 能夠自由的加入 離開Plasma 只要他能夠提供出 足夠說服別人的證據 他就能自由離開 Plasma 跟賽圈不一樣 他是他解決賽圈的問題 然後 這是Plasma的運作方式 就是 上面這個是 綠色的 這個是Layer1 然後上面那條是 Plasma Chain 就是Layer2這樣 那 Upgrade會定期 把Blockheader 這邊要注意到Blockheader 這是一個區塊的 Battle檔而已 他會把它定期 送回到 Layer1這樣 然後可能 Elly就是在區塊3加5 這個Plasma 那當 出生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 Upgrade 他把 Block實際的內容藏起來 那這個Block實際的內容 包含什麼 像是transaction 像是說 因為主要就是transaction 那你沒有transaction之後 你就沒辦法印證 說 這個Block 這個 Upgrade 上傳到Layer1的Blockheader 裡面 所帶的State的資訊 是不正確的 因為他可能現在 在Block市裡面說 這個State 被用對應到的State 其實Upgrade 明明的多了100萬 那你沒有裡面的 這個區塊裡面的交易 你是沒辦法驗證說 他到底從哪裡拿到這100萬的 所以 當 Upgrade 把Block的 把區塊的內容藏起來之後 Elly就發生怪怪 他只能 他就是必須要 從 呃 這個 這個Plasma 離開 那他離開的方式 就是從上一個區塊 他有驗證過的區塊 從這個區塊裡面證明說 他的錢有多少 然後從這個區塊離開這樣 Plasma Plasma 在6萬的合約都寫好了 所以他只要能證明 他在區塊3的 呃 錢有多少 他就能離開Plasma這樣 好 那 所以Plasma的問題是什麼 Plasma的問題就是 Demailability 那這個重點就是 資料可用性 然後這個待會會 再重複出現 這個 資料可用性這個詞 那這個問題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把資料交給可信第三方 像是Plasma Operator 我們交給他保管資料 但是我們就是要相信 它是一個好人嘛 當然今天跟我們一個話題 我們把資料藏起來的時候 我們只能 呃 就是選擇離開Plasma 好 那接下來就要介紹今天的主角 就是Plasma 那我們剛剛拿到Plasma的問題 總是資料可用性的問題 啊 對 把資料藏起來 那另外要怎麼解決Plasma的問題 它解決方式就是 所以我們把交易Data 我們直接把所有資料都送到雷丸 而不是把它交給可信第三方 所以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交易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驗證 你自己去驗證說 呃 這些交易進行完之後的狀態是怎樣 他都能知道當前的狀態是怎樣 而且每個人的那個view是一致的這樣 好 那這個圖題大概 rollout的預解方式 你想像在Stayline裡面 alice有10塊 bub5塊 carry2塊 然後可以在電影下送的三比交易 分別是 alice給bub5塊 bub給carry3塊 然後carry再給alice5塊 那applet打包之後 他會把這三比交易送到bobb上面 那alice、bub、carry的三個人 其實他們看到這個交易 他們自己都能推向出 當Stayline apply 這三個transation之後 Stay就該講這樣 也就是alice有10塊 bub有7塊 carry送0塊 這是大家都同意的 大家都能自己算出來 是長這樣 好那這邊 要快速代替下去 就是說 電上rollout我們只會把Stay rule 存在6萬 Stay rule代表什麼意思 Stay rule分明代表是 這顆Stay tree的長相 我們只會把 這個Stay tree就是說 Alice有50塊 bub有100塊 然後我們把這個螢幕做成chemical true 好了 但是我們只會把Stay rule 存在 存在6萬上面 那它背後隱含就是 它這個完整的狀態 呃 呃 呃 好 那 Upper的會定期把交易送到這個1上面 呃 對 然後接著會去更新Stay rule 就是 前面的Stay rule變成後面的Stay rule 那後面這個Stay rule代表就是 一顆全新的狀態數 就是 在這個狀態數裡面 alice增加20塊 bub多了10塊 因為前面的交易 你可以看到 這新的交易會導致 狀況它有一個改變 那所以 呃 它只會上傳Stay rule 那這個等一下會講到 會提到為什麼 呃這個Stay rule的 呃 呃 所以 呃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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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Plasma 當使用者 發現 Apple做過來的時候 他只會選擇自己 離開 如果 是反過來 它要讓 呃 因為 大家基本上都能看到 交易 大家都能自己算出最新的狀態 大家都能知道 最新的狀態是怎樣 所以 它要反過來讓 使用者或任何人都有機制 自己來確保 自己來確保說 這個鏈是會維持是有效的這樣 狀態是正確的 這是它和 Tlasma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它要怎麼確保一個狀態 是維持有效呢 它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證明說 這個State transition是正確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從State 1到State 2的 改變 是 是合法的這樣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我先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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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說State 2該長怎樣 我相信你 但是沒有去去驗證 那如果我驗證 發生不對的話 我就會透過這個FarProof 去挑戰你 然後把狀態 改回正確的狀態 那這種狀態叫 我們會叫做 Altimie說話 剛剛那個叫ZKRAW 那我們大家會再 詳細介紹說 這樣的RAW 的差別 這邊只是先快出個 本來是ZKRAW的運作圖 那跟剛剛的RAW 運作圖其實差不多 只是你會發現 在右下角這裡 Altimie說 在送交易的時候 他會再送一附上 一個HP 就直接證明說 這三體交易上來 會導致State 變成State 2這樣 State 2這個狀態 直接用這個 Proof 就能證明這件事情 那 Altimie說話 剛剛有講到 運作方式比較不一樣 他是先假設 你上傳來的State 是正確的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 RAW 把State 2上傳到Level 1 那我先假設你上傳State 是正確的 然後 他可能就是這樣的宣稱 就是說 當執行完交易AA 他的State 該長成X這樣 但是我們也會去 驗證跟挑戰 當你發現 是錯的時候 比如說 我算出來 其實ProState 應該是要長Y才對 那我們就會去挑戰 我就挑戰你 然後 我們就會最後 就到Level 1說 所以我們來把交易AA 實際在Level 1上面執行一次 我已經知道結果了吧 好 那 這是 Altimie運作的方式 先上傳 一樣Update 把交易打包在電上 那就是說 Bob假設他是壞人 他可以宣稱說 State 2長這樣 在這個State 2裡面 他有所有的錢 那當然其他人 都能認證就是錯了 因為大家要給你寸出 State 2該長怎樣 所以 Carol就可以自己去送 發布來挑戰他 然後最後 在Level 1上面 把State 2改成為正確的State 好 那我們做一個recap Sightchain的方法是甚麼 Sightchain的方法是 Update有完全的掌控權 那Plasma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把 Update的Power 他的權力 換成 用SmartControl來取代這樣 但是Plasma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他的資料可用性 是 他的資料可用性的問題 就是他的資料是可以被 Update藏起來的 那Robot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把資料 全部送到Level 1上面 大家都把資料送到Level 1上面 之後 大家怎麼看到 大家明明自己算出 最新的狀態就當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發展就是 讓我們的信任越來越小 我們從明明完全相信Update 到後面 我們實際上 是不需要相信Update了 好 那我這邊出名表起來 就是我一個 今天是一個要請教的重點 就是 Level 1上面的地方 就在裡 他把資料都上傳到沒有完 所以 我們一定不再需要相信Update 不管是相信他 把錢轉走 還是說 相信他把資料會 陳時揭露出來 我們都不需要相信他 但是呢 把資料上傳到六萬四的成本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cover到這一塊 第二個重點就是 如果要把執行跟共識是分開來 那 剛剛我剛才講到說 Ethereum為什麼沒辦法scale 因為他把共識跟執行是綁在一起的 共識上要怎麼 算是資料 一個存在權的內容 這個權的內容 可能就是說 我轉給你十塊錢 這就是資料 完全的資料 他沒有對錯之分這樣 那執行呢 執行是State 其實State就是說 當我執行拿一筆權說 State該長怎樣 那State是有可能 有錯跟 呃 有對跟錯的 就是我可能 宣稱一個錯的State 但是 單純的資料是 是中性的 所以 為什麼說他把 執行跟共識分開來 因為 Layer1我們把資料 交易資料送到Layer1 但是實際上 Layer1並不會執行Layer2的交易 他只是把這些資料 收起來 收起來然後排序而已 這樣 然後保存以後這些資料就好了 所以呢 呃 另一個重點就是 交易的順序是最重要的 呃 我們的狀態 狀態只是交易的 執行的結果而已 這樣 然後我們要挑戰的是狀態 而不是交易 交易是中性的 交易排序好的時候 我們的最終狀態 每一筆交易 執行完的狀態都已經決定了 所以 我們要挑戰的是執行完的狀態 因為只有狀態 才會是 有可能是 對的或錯的 我可能上傳一個錯的交易 呃 上傳一個錯的 錯的state 或是一個對的state這樣 我們不會說 我們不會去挑戰說 這個交易是錯的 因為交易實際上 就只是data 這個data裡面就包含 就只是單純寫說 我轉給你10塊而已 這種 非常中心的資料這樣 好 那 第三個重點就是 呃 這個RAWR 呃 它的 安全性是完全跟Lail Run廣在一起 只要Lail Run是安全的 只要Lail Run沒有被裏 沒有被攻擊 那就我們確保說交易的順序是 保持不變 那我們的狀態就不會被改變 那我們的RAWR就是安全的 好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好 那回到我今天 最後一開始強調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知道的就是 第一個 呃 RAWR是哪裡不一樣 然後以及 RAWR安全性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好 什麼當 為什麼RAWR不一樣 因為RAWR把奧特爾的權力降到最低 從 篩券EU到PASMA 再引進到RAWR 那 RAWR安全性的重要性是什麼 它等同於Lail 1的安全性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做Lail 2 Scaling 你把資料 執行 都搬到電下 難道結果你還能有 跟Lail 1一樣的安全性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表示 你已經做到Lail 2 Scaling Solution 你能做到最好的方式 你做到最好的狀態了 你做到最好的狀態了 未來 你要 好一個 新的鏈起來 其實 而且你要讓這個鏈有 跟Ethereum layer 1有一樣的安全性的話 你只要把它變成一個 Lail 2的RAWR就好了 你是不是不需要擔心說 你要怎麼設計你的共識機制 你不需要擔心說 你的節點要不要夠多 然後 來避免被51%攻擊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這些東西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 Lail 2的RAWR 你不需要擔心這種東西 接下來 你基本上 那 如果你了解到這些重要性 然後你還想再去衝一條新的雷碗的話 那我只能 說 你完全就是在浪費錢 或是你 目的就不是為了安全性 你只是為了 要再入更多錢這樣而已 好 那未來一定會跑出 像是WRWR的設備這種東西 好 那這邊Lail 2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性 叫Sensorship Resist 就是 我們要怎麼確保說 Apple沒辦法 阻止 沒辦法去審查我們交易 不讓我們進入 或離開這個Lail 1呢 因為其實 把交易送到Lail 1的權利 還是在Apple的身上 所以 Apple實際上是有 是有能力審查你的交易的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 我們能推過什麼機制 來確保說 我們的Lail 1能是抗審查 不管你見Apple是誰 試好試換 我都能確保 我們使用的交易 能夠自由的進出 進到這個WRWR的 Transession Order裡面 那 這個機器叫做 False Inclusion機制 我接下來有一連串的 圖示 複製的講解 還有一些 哪一個Information 跟實際上 False Inclusion 該怎麼做 那我這邊 我就不會介紹這些細節了 如果你有興趣 去看False Inclusion 怎麼做的話 你可以再來看這圖文片 嗯 好 對 基本上就是 我們要怎麼 達到抗審查 就是用 通過False Inclusion機制 好 那 當你有False Inclusion機制 我們才 真正達到了安全性的保證 第一個保證就是 我們知道是 我們的狀態是正確的 我們知道是不正確的話 我能夠挑戰你 那第二個就是 抗審查能力 我們 能夠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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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ub本身就是 確保說 交易 使用者交易一定會被收入 不會因為operator 雖然他不能作惡 他不能建一個錯的State 但是他可以審查交易 我們還是能確保 我們還是能夠阻擋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 安全性的保證這樣 那這個 抗審查能力 其實 尤其在你在一個 系統裡面 只有 很少的sequencer 或是operator validator 時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那有時候都會被一些 連鎖低估計 那在mail2 講到的方式 裡面 基本上sequencer 跟uptured 跟validator 指的會是同一個角色 好 那接下來是Webub的分類 那Webub 剛剛講到的就分成兩種 就是 你用你的Validator 所以我們要證明State政策心 或是你用Fall Proof 來在事後去挑戰 糾正錯的人 上傳的狀態這樣 那這個叫做 rpd說話 好 這題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 臨時證明來做 這個Validity Proof 那 當前這個Proof 的產生是很慢 而且驗證 在鏈上驗證成本 是很貴的 那rpd說話 你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要挑戰 你就會挑戰機制 但是 對 有挑戰機制 那基本上 正常的情況下 Layer 1 是不會執行Layer 2的交易 因為 如果要執行Layer 2的交易 就表示 我等於是 把這個Layer 2 變成一條Layer 1 Layer 1 不會執行Layer 2的交易 平常的時候 那當我們要發起挑戰的時候 我們覺得 Morbit交易是錯的 交易的State是錯的時候 我們就實際到Layer 1 去執行一遍 來看誰是對的 誰是錯的 這樣 所以 Layer 1 我們只有在真的需要 也就是發起挑戰的時候 會 在Layer 1上面 去執行這個交易 會執行一個 執行這樣 那 我這裡有寫了 兩篇文章 是 所以我們也是介紹 阿平均說的 挑戰機制 它有兩個版本 OP1.0.2.0 然後 它的挑戰機制 就長得不一樣 好 那 有挑戰機制 就表示你有一個區點 就是你的挑戰機 因為 你雖然假設 會有人去驗證 去挑戰 但是他那個人 不一定會隨時都在線 所以 我們要給他一個 足夠長的時間 讓那個人上線 然後去完成挑戰 那 這個時間 叫做Challenge Period 那當前這個Challenge Period 是 目前的RT說話都是用7天 所以是蠻長的 所以這算是一個 實用者 體驗的一個缺點 好 那這個投影片 是 一個UCL教授寫的 然後他包含了 過去所有 Layer 2的Scaling Solution 他都有介紹 然後一直到RAWAT 然後 細節非常多 但是非常值得一讀 好 那 剛介紹完 就是Layer 2過去的發展 那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 當前Layer 2的發展狀況 好 那我們接下來基本上 我的Layer 2跟RAWAT 指的 都會是同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已經不講PASMA 或是SATURN 接下來全都會講RAWAT 好 那 Uptim說話 目前比較有名的是兩個 一個是 Uptimism 跟Uptim 那 他的挑戰機器 剛剛有講到 Uptimism 有APN 1.0 跟2.0 然後這個是同一篇文章 大家有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那Uptim 的話 我還沒寫完這個Uptim 的挑戰機器 那他基本上也是一樣是 互動式的挑戰 互動式的挑戰 指的就是 挑戰者跟被挑戰者之間 要去做一連串的互動 找出哪一個步驟出錯這樣 然後Uptim有分Classic 那 跟Nitro Nitro是最新才上線的這樣 那他兩個差別就在 他們要證明的執行 他們要去Layer 1執行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執行EVM的交易 然後 Nitro是Gaith的 Gaith的 Gaith就是那個Etheron Layer 1節點的執行這樣 然後 你 證明Gaith的執行 可能大家會看到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概念有點模糊 那 如果你去看 OPM2.0 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看OPM2.0裡面 這個文章 你看完之後 就會比較有感覺說 為什麼要證明 一個節點 Gaith的執行 然後這個證明 代表什麼意思這樣 然後 這邊我就只能講說 大概他們其實 發展越來越像 都是 互動式挑戰 然後都從 EVM的 upcode執行 變成 Gaith的執行的證明這樣 他們變得越來越像 他們挑戰極致 好 那接下來都是一些 數據 所以 我這邊就 因為不太重要 所以我會直接跳過 那這邊我要講的就是 你可能看到 你如果進到 Layer 2.5s.info 這個網站的話 你會看到 他列出了當前的 一些Robot的手續費 得高低 那我這邊要講的就是 這個手續費 高低的參考價值 其實並不高 你不能說看到 你 你不要說看到 當前Optium 比Optium 很便宜 就表示他們的技術比較好 或是 他們的 手續費一定都會這麼便宜這樣 因為這個手續費的 是會經常變動 而且它是會 它不只經常上下變動 而且會 隨著這個Robot的技術演進而有 更改的 那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手續費呢 第一個就是 你的交易的大小 Robot交易的大小 以及 你所使用的 這個壓縮的演算法 compotion的演算法 這樣 那這就是Robot去決定 它可以把 選擇個人大小 我想要再壓縮一點 或是我引入一個更好 更優的這個 壓縮演算法的話 那我上傳到Layer 1的資料 就可以變少 那我的手續費 就可以降低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的Layer 2 很多人用的話 那你表示你的Layer 2 Gats Price 是一定會升高 那就會導致你的 你的交易手續費一定也會升高 那最後一個就是Sequencer 其實Sequencer 如果決定要補貼 使用者 來吸引人 加入最多的話 它也是可以把手續費降下來的 所以 這一個的重點就是說 你看到這種手續費的網站 它的參考價值其實並不高 如果你當下要用的話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參考就好 好那這邊是ZKROA的一些分類 它主要分兩派 第一派是用Snack 然後第二派是用Stack 然後第二派是用Stack做的 那以下都是一些分別的那個相應 然後如果你用另外一個分類 如果你分 以他們能做到的事情來分的話 第一種就是他們能做到的事情有限的ZKROA 那 那 事情有限就像說 他們基本上都把 能力 他們能 這個Web提供的服務都寫好 這個服務就包含像是轉帳 或是你做點生產品交易 或是做NAT交易轉帳 他把功能都寫好了 你不能做General Computation 因為 比較複雜 但是他們想要 想說大部分的這個 應用項目 都是使用這幾個功能 他就先把這些寫好 那所以你看到像是StarX 用StarX做出來的像 DYDX Immunable Gas 跟Solware這幾個項目方 都是直接用StarX來做 那Webprint Hermers 舊版Hermers 跟Aztat 也都是屬於這種 能力有限的ZKROA 那另外一種當然就是 能夠做到General Computation 像是StarNAT 跟ZK EVM系列 最近剛出來的Hermers 跟Solware 還有ZK Sinkern 那這也是一些數據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 好 那 後面 接下來最後面的 關於Lail 2發展現狀 我們就要講一下 目前Lail 2遇到哪些問題 那有三個分類 第一個就是成本 第一個是開發者的體驗 第三個是使用者的體驗 第一個成本 那我們剛才講到 Rail 2發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它把資料全部送到Lail 1上面 那其實這是會的成本 而且這是在未來 或是Rail 2發主要的成本 那當前ZK Rail 1發的主要成本 它的包括內其實是在它的零資資證明 好 那Code基本上 嗯 我們是把 透過CodeData這個 這個方式 把資料送到Lail 1 那 CodeData怎麼收費 它是一個Bi要收16Gas 所以基本上 一筆交易 一個Web交易 差不多在幾百Bi 那它不是幾千Gas 這種成本這樣 但是還是 遠比你可能在Lail 1 要跑一個DeFi 要花好幾萬 好幾百萬 Gas 還是便宜的多獎 那這裡有一個Threads 它是在 剛出的Threads 它是在去撈資料說 Optimism Option 跟ZK Sim 這三個Web當前的手續費成本 那 這裡面的資訊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其實目前的 嗯 照一個 固定的overhead其實還蠻高 因為 Web是要把 它不會說每一筆交易 收到一個Lail 2交易 它就把它送到Lail 1 它是要等待一段時間 然後把這些 它剛剛說到的Lail 2交易 打包成一個Batch 然後再一起送到Lail 1 那這個Batch 它本身就會包含一些Meta Data 或是 以及在Lail 1 要去拆解這個Batch 裡面資料的時候 的一些固定的overhead 那其實目前這個overhead 都還蠻高的 高達幾十萬Gas這樣 好 剛剛是成本 那接下來就是開發者的體驗 嗯 目前 Apiniso Rawr的開發者的體驗 是遠由於ZK Rawr的 嗯 那在ZK EVM 如果更成熟之後 可能就不一定了這樣 嗯 Apiniso Rawr的開發者 現在是可以直接把Lail 1 他們在Lail 1寫的合約 直接部署到Apiniso Rawr上面 然後 大部分的開發工具 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搬過去用的 像哈黑或是 呃 Sali compiler之類的 這樣 都可以直接搬過去用 呃 那 ZK Rawr的開發者的體驗呢 我這邊就只舉一個例子 就是Stanet 呃 Stanet他是用 他不用 他沒有辦法用Sali的體寫 你只能用他自己開發的 叫做Kairo的語言 那 下午還有一場 就是專門在 Kairo的Wall chat 接上你怎麼去寫 Kairo的合約獎 嗯 那 基本上Kairo目前還是在很難去寫的 寫程式 用Kairo來做一個 寫一個程式 寫一個合約的階段 那 這沒辦法 然後 有人 有另外一個 團隊在幫忙做 Sali Transpiler 叫做Wall 那他基本上去 你把Sali迪的合約都給他 他幫你轉成Kairo的合約這樣 那當然這 轉換過程 一定是有一些效能上的 呃 缺點這樣 然後 聽不懂你的開發工具 跟你的Infra 都是要 需要全新一套 包括你的編譯器 或是你的開發工具 你不能直接用HardHair 或是Foundry 你的Infra 你的節點 也要全部再重新寫一套 所以這對開發者來說 是一個 蠻大的挑戰 那 那接下來就是 使用者體驗 那 剛才講到 Apunsova的使用者體驗 缺點主要就是在於 他的起點挑戰期 太長了 那 ZKairo的使用者體驗呢 就是 他的Transition Confirmation Time 真正的Transition Confirmation Time 是比較久的 跟Apunsova相比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 在ZKairo裡面 他把交易打包是 呃 他的次數是更不平凡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要在 Leal 1去驗證這個Prove 以及包含Prove本身的資料大小是很大 所以表示 他要你送一個Page上去 他的成本是比Apunsova要高很多 所以他會等更久的時間 再把 一大包的交易 在一起送到Leal 1上面 所以呢 就 特地保證說 你前面在 你的交易正面送到Leal 1 確保他的交易正確在Leal 1之前 你其實都是要相信Sequencer的 你要相信他 不會 他會 跟你 答應你出 我要送你這筆交易 然後 在最終送到Leal 1的時候 把你的交易丟掉 這樣 在這段時間 你都是要相信Sequencer的 那 再來另外一個 使用者的體驗 都是 基本上現在ZKairo的話 都會有 就是內建的 抽信帳戶的機制 那 其實抽信帳戶在Ethereum Day 1 推了很久很久 都已經推不成功 就是因為 會影響使用者的體驗太多 那 在ZKairo的話 基本上都會變成一個標配 所以這也是 你需要去克服的問題 這樣 好 那兩種RAWART 都會有使用者的體驗 第一個就是 Centralized Sequencer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當你的Sequencer太真實化 速度太少 的時候 他只要一掛 他的節點一當機 或是網路一掛的話 好 基本上你這條電就停擺了 所以我們這邊會說 Single Point of Liveness Failure 這邊 要強調是Liveness 因為 我們的RAWART 安全性 都是被RAWART本身的機制保證 不是需要相信operator 所以operator 或Sequencer唯一 可能造成影響 就是Liveness Failure 就表示停擺的問題 這樣 好 那 第二個問題 使用者體驗的問題 就是 更能預測的手續費市場 那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T0 是 你的交易被Sequencer收進去的時間 T1 是 你的交易真正被送到 601的時間 那 基本上601的手續費 所以 Gasify是會在T0 在T0跟T1之間是會去變動的 所以 這表示說 Sequencer在T0 收你的手續費 跟他在T1 實際上 就把這筆交易送到電影上的成本 是會不一樣的 所以他可以選擇說 我一開始 他可以選擇自己 負擔這個成本 就是我在T0收比較便宜 就是我在T1 要付出成本比較貴的時候 我自己吃一下這個成本 那他也可以反過來說 我在T0 就跟你多收一點 那T1 我就不用擔心說 我會虧錢這樣 那這裡當然也會造成一個實用者體驗的問題 好 那 接下來是最後的 Layer 2的未來 那 主要就是 由我們 陳其 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Layer 2當前的問題 包含成本 包含開發者體驗 包含實用者體驗 所以 Layer 2的未來 當然就是首先來 解決這三個問題 然後 最後有一個 模組化設計 這是一個 Layer 2現在發展的一個趨勢 這樣就是讓你的Layer 2的設計 讓你的Layer 2的設計 變得更模組化 好 第一個 降低成本 那 我們降低成本 我們降低成本有三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 送到Layer 1的Data的量減少 那 這個就是Layer 2能做的事情 那 再來就是 我們直接 讓你 送上來的成本 每個Byte成本變低 那這就是Layer 1能夠去協助的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去 針對ZKOR 去提升它的 ZK Proof的效能 好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減少 PO上去的資料的量 第一個 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我們去壓縮 這個Compression 那這篇文章是 Apotism 在介紹 他們 怎麼去篩選 就是當前的 那個Compression的演算法 然後最後 套一個上去 然後看一下 它能夠省多少錢這樣 好 就是 所以 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把資料壓縮 讓送傳的資料變得更小 那第二個 就是ZK Proof可以選擇的 它的 可以選擇到 它的資料要不要上傳 那我這邊有想到說 這個是 這個是ZK Proof的 它可以選擇 它的 它的 特權這樣 它可以選擇 要不要把資料送到Layer 1 所以它如果今天選擇 不把資料送到Layer 1的話 它會把資料交給一個可信第三方 就像一開始我們看到的 Plasma 只是Plasma不是一個ZK Proof 好像這可信第三方 可以是一個Community 就是你相信 有一組成員 一組節點 你相信他們保管你的資料這樣 那你也可以覺得說 你覺得Beacon Cache 這個 這條鏈的手續費很便宜 你可以直接把Data都 當到那邊也可以這樣 那當然你是要相信 Beacon Cache 它的安全性 它不會被攻擊 把資料都吸掉這樣 那第三個是Celestia Celestia 是我們大部分會介紹的 就是以Data Layer 以保護Data 讓資料 確保資料可能性的 一條Layer 1的公鏈這樣 好 那這邊有講到 我這邊要強調就是 在ZK Proof 如果你把資料選擇 不放到電上的話 你的State的有效性 你的正確性 是不會被影響的 因為 你的資料的正確性 你的State的正確性 你的State的正確性 是被零件事證明保證的 它不會因為 你不把資料PO上來 你的State就會變得不正確 它不會被這影響 那當然有 ZK Sync跟StarWare 兩個項目都有提供這種 這種設計方案 那ZK Sync就叫做 ZK Proof 然後StarWare 有Validium 以及Volition Validium就是選擇 不把資料PO上來 Volition就是 它把 Robot跟Validium 做一個綜合 你在這個模式裡面 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把資料PO上來 好 那 我剛講到 ZK Proof ZK Proof 專有的權利 這跟 就對RPM說話來說是不一樣 RPM說話 他可以選擇這麼做 但是 前提是 他要犧牲一些安全性 以及一些信任 他要去修改他的信任假設 為什麼呢 因為 RPM說話 我們要交易 沒有 我們沒有的資料 來幫我們確保 State的正確性 我們必須要知道 哪一筆交易 我們要看到哪一筆交易 我們才能自己算出來 當前的State是怎樣 所以 我們一定需要這個Data 來驗證這個State 所以 那這個 對 也是 這個人在介紹說 這個人在講說 為什麼RPM說話 他不能直接選擇 這個RPM的 資料可用性的 的官員 這樣 好 那 雖然我剛剛講到 他不是不能做 但是 但是 有些缺點在 那這裡有兩個例子 分別是MakingState 跟Overture Antitrust 兩個設計分別 就是採用了 一種 RPM Data Availability的方式 這樣 基本上都把 Data 放在類似下 都放在類似上面 那第一個 MakingState 知道 他們掌管的人是誰 他是一個叫做Memorial Labs 的第三方 這是一個項目方 所以你基本上就相信 這個項目方 他在你需要 你在問他資料的時候 他願意提供給你 如果他不提供給你 那基本上你的電影可能就完蛋了 你可能就會想說 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好呢 如果我們有辦法在Layer 1 去Layer 1的合約 去強推Memorial Labs 出來把資料公開呢 我們如果 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會不會有不一樣 那基本上 結論是 你無可避免的會導致這樣的情況 那你別想一下 為什麼 好 那Layer 1是 Uptured Antitrust 那他的 掌管知道的人 會是一個Committee 他總共有N個成員 一個N個成員 組成的Committee 那 我們改成這個模式之後 我們的信任模式 從原本不需要相信Uptured的 現在我們必須要修改一下 我們必須要相信 N個Committee成員裡面 至少兩個是誠實的 雖然 要相信個人 可是其實這個 門檻已經降得很低 你會比說 相信過半的Committee成員 都是誠實的 我們再相信 其中的兩個成員 是誠實的就好了 那他驗證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他就不把所有交易資料 送到電上 他們改的是 我們把Committee Approval 送到電上 那這Committee Approval 的組成就是 N-一個Committee的簽章 好 所以當你有Committee Approval的時候 他也提供另外一個 很大的優點 就是 很大的Feature 就是 你能夠馬上提領 你會比等期間小段期 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我們假設成立 我們假設這兩個 N個Committee裡面 有兩個人 都是好的 然後這個是可信的這樣 那 當N-一個Committee 跟N-一個交易送到電帳 送到電帳 一定表示什麼 表示其中一定有一個 誠實的Committee成員 簽證了 那如果你相信他是好的話 那你表示 他一定有看到 這些全數層Data 而且他有附診 保管好這些全數層Data 所以 就表示我們的電帳 安全是 我們要確保 我們到處跟這個Committee 誠實的Committee 要 跟這些Committee 要 知道的時候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能夠回覆我 那 他比 Making Star做的更好的地方 在於 他不是說 就是 你相信或不相信 那 他其實有設計另外一套 搜尋背 就是在於說 當 當Committee Approval 如果沒有在 一定固定時間內 送到電信的話 他就會相信說 這些Committee可能都掛了 我們還是相信 這Committee是 裡面有好人在 兩個 至少兩個好人 但是剛好他們都 接電都掛了 或是網路掛了 你不能讓網路停擺 所以你這時候 你會發佈成 WR-1模式 我們再重新把 資料全都上傳到WR-1上面 那這時候 你還是維持在安全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 不是自己願望 如果你要做 可選擇的資料可能性的話 你就是要在你的成本 UX體驗 跟你的安全性之中 做選擇 去做權衡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怎麼降低 把DefaPoo到WR-1成本呢 那這個就是 有分中 短 長期 三個 三個 階段 那短期裡面最直接方法 那當然就是我們直接 我們做一個Halford 我們直接把Lear-1DataCores降低 所以這個就是 EIP-4488 現在在推的事情 他要把CoreData 從1個Bit-16Gas 降低成3Gas 這樣 就是很直接聊到的東西 那中期 我們可以先想一下 其實 在UX體驗話 的Case裡面 呃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全新的Data 剛剛講到 都是用透過CoreData的形式 送到鏈上的 那CoreData 它背後的作用是 是這些Data 是可以被合約所取用的 但是你想一下 我們實際上並不需要 我們上傳的 全新的Data 任何時候都可用 我們只有 唯一需要這些全新的Data 在合約內的時候 就是我們 我們要挑戰的時候 我們要挑戰 我們要實際執行過 這個Transition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 全新的這個Data 實際上大部分的時間 呃 這些Data都是 在合約內面用不到的 我們只有在 Challenge的時候才是需要 呃 所以看為什麼 我們不如乾脆把 CoreD 我們可以做成一個 像是MercoreTree 我們把它Commit起來 比如說做成一個MercoreTree 好了 然後我們只要MercoreRule 讓它能夠在合約內 存取就好了 所以 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只要在 有Challenge的時候 我們去證明說 我們要的那個Transition 比如說 提供一個MercoreProof 好了 我們證明它在這個MercoreRule裡面 我就能證明說 這個選選 這個是我們要的選選選 而且它當初真的有送到 隨著一個MercoreTree 送到電上這樣 那這個也就是EIP4844 ShopBot全選選 要做的事情 那它有另外的名稱 叫做ProtodownShotting 那它這個EIP 基本上就是介紹了一個 新的全選選 格式 那這個全選格式裡面 它會包含一個 新的欄位 叫做BotData 那BotData是 在口味裡面 不可以取用到的 只有它的 這些BotData的 Condiment 可以取用到 所以 WOWOW要怎麼來使用 EIP4844 就是它會把它所有的交易Data 全部放在BotData裡面 那之後 就會只有Condiment 會 這些BotData的Condiment 在Lear1可以取用到 所以 當挑戰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在Lear1 證明挑戰 挑戰合約 我們就能夠在Lear1 挑戰合約證明說 我們要的挑戰那筆交易 是在那個Condiment以下 然後這個Condiment 是證明是過去 有一筆Lear1的BotTransession 送上來的這樣 那我們就能 證明這個全選選的存在 我們就能拿它的利用 來用這樣 所以 因為 我們換一個格式 我們接下來 我們把交易都放到一個BotData BotData 用不到 就表示它成本還可以 還可以再這樣更低更低 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讓 Lear1的上傳的資料 成本降低的方式這樣 好 那長期就是 叫 當Shotting 這個東西 基本上 這個設計 基本上 就是要做Shotting 那Shotting的情況下 我們每一個Lear1 實際上 會把他們自己的資料 破到不同的Shot上面 而不是像 當前的狀況是 我們把所有Lear1 都把交易 送到同一個Lear1上面 在Shotting的情況裡面 是不一樣的 那 而且在Shotting裡面 不會是 所有Lear1的人 去驗證每一條Shot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 就表示我們要 Lear1的技術去確保說 資料是可用的 那這就回到我們剛剛 有講到的資料 資料可用性問題這樣 但是因為 當Shotting包含的技術 太廣了 那現在資料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 這邊 其實我們能夠知道的資料不多 我們直接 我們就先把這個 常識的解決目標好了 好 那第四個就是 ZiQ的話 要怎麼建立成本 就是提升用的 ZiQ Proof 的 產Proof 驗Proof 的成本 降低成本 然後提升效率這樣 那這篇文章是在 介紹說 要怎麼用 那個 硬體 用S 用FHPA 去提升Proof的速度 原本 這些 都是拿來的 就是 加速POW 那我們怎麼做到 讓它變成拿來 協助產生ZiQ Proof 那這篇文章 我們還要更多的研究 去把 ZiQ Proof 臨機證明的到小鎮底 以後要把 它在6萬驗證成本上低 這樣 好 然後 還有 嗯 開發者體驗的提升 那這邊就舉三個例子 是目前 正在 用FHPA 用FHPA 那這個就是 OVM1.0到2.0 那它改變是什麼呢 其實你在OVM1.0裡面 你是不能直接拿一個 你的 小鎮底合約 去Compile 然後直接把它丟到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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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需要下載一個 你會去 需要就使用一個 客製化的 小鎮底 Compiler 才能來用 才能來部署這樣 所以 這就是一個使用者的 呃 開發者體驗的缺點 那在2.0裡面 呃 就沒有這件事情了 在2.0裡面 你是可以自由的 你是可以直接使用小鎮底 Compiler 然後把它Compile 然後直接部署到 Ur 上面的 這就是一個使用者 開發者體驗的提升這樣 那開發呢 它有 我們剛講到的 這個Web Transpiler 然後 他們也有 新的Compiler 其實在開發中 想要讓這個開發的 呃 寫起來會更直覺簡單這樣 還有 ZKEVM ZKEVM它怎麼改善使用者的體驗 就在於說他們瞄準的是 完整的Sally Support 也就 他們想要變得跟 Arpnizua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把 V1的Sally合約 直接丟到 呃 他們的Compiler裡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用 就表示 你會必再去客氣化 你的Sally合約 好 那 改善使用者的體驗部分 呃 有四點 第一點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 Arpnizua 呃 它有一個挑戰型嘛 所以 如果你不想要讓使用者 都要等7點的話 我們就要 希望有 地先方同步發展 去提供這個快速提領的服務 那 這一個是 Fest Retail Bridge 在做的事情 那 Arpnizua就寫了一系列 介紹這個 這種Bridge的文章 在連結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 跨速V1 Bridge 就是 呃 使用者想要從V1A 跳到V1B的話 它只能從V1A 先回到Layer1 再從Layer1 進到V1B 那 跨V1B的 局保證 它想要讓使用者 以四點直接從V1A 到V1B 那當然 這也會需要靠第三方的 服務來協助 但是 這一點 改善使用者的體驗 再來就是 呃 系統的穩定性 就是 我們要先避免說 Sequencer 太少 然後導致它的 節點 軟路一掛 然後整個列就停擺了 就是我們要把Sequencer 做得更確定相當一點 然後 以及 剛剛講到 我們要怎麼讓VMarket 做得更可預測 來降低使用者 付出的Gasprite成本 那 關於這一點的話 呃 第一個 第一篇連結是 那個阿博全的Founder 在講說 呃 為什麼EIP 159 不適用於Layer2 所以他們不需要 自己設計到自己的 Gasprite機制 那 另一篇連結就是 阿博全他們在討論 他們的 他們在介紹說 你在設計一個Layer2V的時候 是跟Y1B不一樣 在Layer2你的Feed是有兩個維度的 第一個維度是 你Layer2本身的執行 還有儲存的成本 那第二個維度就是 Layer1沒有的 就是 我們把Layer2交易 破到Layer1的 資料成本 所以這是兩個維度的 所以你的設計挑戰就在於說 你要怎麼讓使用者想說 原本 是用原本的習慣的方式 也就是說 Gas一個單位 你要在同一個單位裡面 包含兩個維度的 成本 你要怎麼讓 把這個設計做好 讓使用者不會感知 而且不會賠錢 這樣 好 那這個維度就是 阿博全可以自己提出 他們當前的 Layer2Gas Placing的機制 我時間到了 好 那我就直接跳過 母組化這邊了 那 我就直接講結論 所以 基本上 母組化設計就是有不同的層這樣 然後 有 Execution Layer 跟Data Layer 跟Data Layer這樣 那 所以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看到不同層 也不同設計 你可以組合說 你可以像 Option AnyTrust這樣 把資料放在Community身上 你可把資料放在Stature上面 然後 Settlement Layer 你可以決定 Settlement Layer 1 還是說 你把Settlement跟Execution 綁在一起 綁在同一層 那其實背後都是有Trade-off 那在母組化設計這個區域底下 你就是要去衡量說 你如何該怎麼設計 你的 資料 或是你進行 你的設計你要放在哪些層 然後哪些層 有哪些代價這樣 好 那今天就是我的Future Layer 2介紹 那我就會再供商一下 就是 這個是 其實會贊助的 他們要在台灣推廣 Cradrive Funding 然後 所以他們辦了一個活動 是 一開始有這個 講座跟實作 ZKP的講座跟實作 然後 然後 大家在Woolshop 然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 報名參加 然後提出 然後什麼用力 是認明來做一個項目這樣 然後最後會有獎金 然後中間會有Mentor 去帶領的項目 這是 蠻難得的一個機會這樣 然後總獎名是一分五千美金 好 那我今天有報告就到這邊 那現場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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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現在L2 MEP的部分有什麼相關研究嗎 因為目前看起來好像都還是很 很少 Aletron 基本上 目前沒有在管這個問題 然後 Aletron 有說 他們要做的方向是 他們要把 好的MV 他們要把壞的MV MV 就是會造成使用者損失的MV 他們要把這個MV自己吃下來 因為反正他們是Sequencer 他們有中間化Sequencer 他們要把這個MV吃下來 然後拿去做 那個Public Grid Funding這樣 那好的MV就是讓 市場機制去自己去執行這樣 所以L2關於MV這塊的研究 其實還蠻少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再謝謝Nick 那我們 下午的第一行一程是 12點40 開始 哇 總是超級錯 但是我十倍 我一切可能想問 就是Dtable 1那些東西 假設我如果今天 假設出來的那個 證明人會找出錯了 你的話的話 那L1也不會幫我們去 也不會 那其實整個東西都還 你覺得怎麼樣 錯可能是說 你錯的應該是 9 我叫L1驗證的程度 應該是實際上 沒有 不是 就是他驗證 他想 不是會產生一個 就是 我這個東西都已經 驗證完了 那個結果 然後給L1 然後把它放上去 L1會驗證 那個臨時證明嗎 真的感覺 對對對 阿如果L1發現說 你這個 是錯的 他錯就只是拒絕 就要說你這個 就是很平時的 你要在同身上 然後就產生一個 證據的故事 喔 阿那就是 是 所有人都可以 挑戰 對 所以 他們又需要你放一個 壓金 但是基本上 只要你相信你是最能 就是放壓金 因為你可以賺到一個 錯誤的壓金 所以這樣 有壓金的話 就不會有病人 就不會有病人 對 謝謝 謝謝 就不用 我就要讓你們 用力 相關 我在 剛才 今天好久半天大概半月 然後我們來說大概有半月 大概半月 然後高速等級 然後現在大陸招牌 就是 到這個 下次要想想 啊 機司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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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基本上一定要發布 對 對 1559應該也是發布 沒有 沒有 那些都發布 對 都是 對 就是 你發布的時候 還是要做什麼 然後 就接著說 協議者 我們三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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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控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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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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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情況 那個 特別 好 那 就 我們去點 像 Ether 那個 1598 那個 你講說 Ether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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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說 如果 Ether 他要 知道 他要送一個 DIP484 這個 這樣 對 這個是 他能夠去做 一套 對 但是在協議前 應該是 他能不能 認證 他能不能 他能不能 認證 他能不能 對 對 對 12秒 包含了 網路程度 包含了 這幾個 輸入 所以 執行 好像 好像也沒有一個 實際的數字 如果是站在幾秒 這樣 就想說 不敢 當然 還是有它的極限 真的是 如果你想要了解 的話 你看我的 那些 就 那些 最後 只有那些 機器很強 讓人家 他們才能 處理完 即便他們 他們 只要他們 在實人暖中 在前 憲政完 這個區塊 然後 你其實在 那 我覺得 這就不是 你不願 的效果 像 這些 是不是 重點 很高 其實 也是 對 因為 如果 我們安全性 也是在上 避免 所以我們是 讓資本社 變得很強 但是我們已經有機制 我們要確保說 我們 其他人 沒有 有 足夠小的 人 能夠再拿來做 這個事情 就好 我們不必說每一個人 都要足夠錢 因為 我們其他人 就是 健身 交易 包 那麼你要把 這事情 不想做還要 我們至少只要說 有足夠錢 所以我們不需要全部的這些都要去做 他需要一些東西對的 然後現在就要靠這個 這個地址是寫在 RAWART的寫在RAWART合約裡面 對 我跟你說要下去 你可以自己透過這個貨幣 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我不用擔心說 因為這個小數人有幾層機器 那他就很快活了 不用了 就是我們有在做一個演奏的 然後 有一個 有一個製造的方法 那開拔的工程 在 在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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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 有 沒有 他 是 沒有 他 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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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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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什麼困難,有什麼經濟可以把環國運的比較高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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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